AZ疫苗第一劑跟第二劑施打的時間 我們修訂為8週以上 最早我們對於AZ疫苗在施打的時候 那食藥署在2月20日核准AZ疫苗的用法是 第一劑與第二劑的間隔時間是4週到12週 那昨天我們在HIP進行的書面的審查同意 他講 建議 將這個借走的建議是AZ疫苗第一劑 第二劑最早接種間隔28天 我們修改為8週以上 修改為8週以上 就是AZ疫苗第一劑跟第二劑施打的時間 我們修訂為8週以上 那他的這個背景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根據AZ最新公佈的一個研究結果 那AZ疫苗接種第一劑 接種一劑的效率為76% 那延長第二劑接種時間點為12週以上 那疫苗效率可以提升為82.4% 82.4% 那這個也不算是一個大規模的研究 不過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 就是他施打的時間間隔比較長的時候 那效果會越好 那打第一劑也可以達到76% 那所以WHO WHO也有講說2月10日 他公佈這AZ的疫苗接種建議第一劑 第二劑間隔為8到12週 8到12週 這一個是根據 AZ他們本身發表的疫苗接種的效率 跟他時間的間隔 所產生的效率 加上WHO 他的一些的建議 那所以這個HIP的委員 就建議就是說 AZ疫苗第一劑第二劑的追找 的間隔接種間隔的時間修改為8週以上 那這是關於接種時間跟接種這樣的一個 策略的一個最新的變化 跟大家做報告 那當然其實這些相關不同的疫苗 不同的施打的方式 間隔的時間 那根據 未來越多的相關的一個後市場的資料 可以讓我們更瞭解說怎麼樣施打的效益 是最高 那我們也會進行滾動式的檢討